品味一部电影走进一种人生 欢迎收看电影《丁东丁》 相传中国古代有一种 欲见飞行隔空取物的传术 名为奇门之术 却只存在传说未闻其景 1983年袁和平指导的 《天师壮邪》上映 才让人们一睹了真正的奇门遁甲 话说江湖上有一个叫奇幻门的门派 该门派擅长奇门遁甲各种幻术 但由于代代单传人丁不忘 传到现在就只剩下 尤白云和奶奶相依为命 男人没事就在一起切磋切磋记忆 倒也开开心心 这不尤白云为了讨好奶奶 随手便出了一把老烟袋递给了奶奶 接着一个响纸 手指就窜出了火苗点着了烟袋 奶奶美滋滋地吸了一大口 立马给听话的尤白云赏了一大把铜钱 为了犒劳尤白云 奶奶还转身变出了满满一桌的鸡鸭鱼肉 但是奶奶有一个心病一直没有解决 那就是孙子尤白云的亲事 虽然脱眉人给她找了不少姑娘 可是贴性顽皮的尤白云却都没有看中 总不能让尤白云家在她手里断了香火吧 于是奶奶就以上调向威胁 如果尤白云三个月内再不成亲 就等着给她办葬礼吧 尤白云没有办法 只得答应下来 这天早上尤白云正蹲在路边为亲事发愁 忽然一个罪道人驾驶一辆小车飞驰而过 车轮子溅起的泥水 撒了尤白云一身 尤白云怒火中烧追上去理论 但是车子太快 一溜烟的就不见了 一肚子气的尤白云来到了镇上的集市 正巧碰到了一个卖艺的江湖术士 江湖术士利用自己的障眼法 蒙骗了大家不少钱 尤白云正在气头上 于是立刻和这个江湖骗子斗起法了 几轮斗法下来 江湖骗子被尤白云打得落荒而逃 周围看热闹的人见尤白云本领高强 都劝他去参加大户胡子书为女儿举办的比武招亲大会 尤白云一听来了精神 正愁找不到媳妇 这就送来了 于是尤白云一路小跑 就来到了比武招亲的现场 只见胡子书正坐在舞台正中央宣布了招亲条件 那就是参加比武招亲之人 必须八字数音 而且还是同男之身 尤白云立即上前抱上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正是八字数音的同男之身 比赛开始 不出意外 武艺高强的尤白云过关斩将 一路闯过所有关卡 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正当尤白云得意洋洋之时 一个转身就看见了坐在高台之上的大小姐 哎呀妈呀 脸上一块大大的胎记 太丑了 吓得尤白云撒腿就跑 大小姐可不干了 盗嘴的鸭子可不能让她跑了 于是立即追了上去 两人你追我敢 来到了闹市 尤白云眼看逃不掉了 转身指出了 看家本领上演法 就摆脱了大小姐 逃得无影无踪 之后尤白云一路狂奔 来到了一个破庙里 真是原家路斩 转身就遇到了 早上的那个醉道人 尤白云二话不说 就上前和她打了起来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 一番打斗之后 两人竟然称兄斗弟起来 还一起喝起了酒 正在此时 大小姐突然找来了破庙 为了帮兄弟 醉道人立即使了一个法术 让尤白云穿过自己的身体不见了 自己也一个转身 跟着进入了墙后 醉道人看尤白云武功高强 就想让她帮自己一个忙 原来醉道人是龙虎山掌门的师弟 由于嗜酒成性惹了麻烦 被掌门惩罚在后山看馆 携进魔头携圣证 并且不准再喝一滴酒 这天多日未曾饮酒的醉道人 酒也犯了 醉馋的醉道人实在忍耐不住 于是一跃而起 在墙面上画了一个酒坛 插上了一根吸管 瞬间每一酒就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 这下醉道人可是解了酒馋过了酒饮 但是也因为醉酒 忘记了看馆魔头携圣证 晚上邪圣证瞅准时机 在手下的帮助下 正拖了关押她的牢笼 穿墙逃走了 掌门因此不认大怒 命令醉道人即刻下山 三个月之内将魔头邪圣证 说拿归案 于是醉道人开车下山 途中遇到了油白云 就有了开逃的一幕 与此同时 逃跑的魔头回到老巢 正在加紧修炼酒饮童子剑 如果炼成 她将称霸邪魔戒天下无敌 而要炼成此宫 就必须用到八字鼠烟的铜男 邪圣证于是就逼迫她 失地胡子数 利用比武招亲的时机 给她寻找符合条件的铜男 而另一边 全人不知情的大小姐 为了能找到油白云 利用美酒收买了醉道人 想让醉道人给她和油白云牵线搭桥 醉道人喝了大小姐的酒 只能厚着脸皮撮合几二人来 谁知油白云死活不同意 就在此时 邪圣证找了过来 想要抓走油白云 于是放出毒蛤蟆 攻击起醉道人油白云他们 打斗中 毒蛤蟆向他们甩出毒液 大小姐躲闪不及时 被毒液溅到了脸上 受了重伤 情急之下 油白云再次使出了障眼法 将醉道人和大小姐藏了起来 找不到人的邪圣证 只能幸幸地离开了 邪圣证走后 醉道人看着受伤的大小姐 心生遗迹 于是立即用 已毒攻毒的秘方 对受伤的大小姐进行治疗 结果一夜过后 大小姐苏醒后 来到了水缸前 发现不但蛤蟆毒好了 连脸上的胎记都无影无踪 大小姐因祸得福 变得更加美丽 油白云看着大便模样的大小姐 顿时心花弄放 立马就要领她回家见奶奶 大小姐也终于得偿所愿 跟着油白云回了家 他们挑了个集日 准备拜堂成亲 谁知这时奶奶却说 要想成为油家媳妇 功夫必须得好才行 于是几个人上前 和大小姐打了起来 打斗中大小姐被逼到门外 转瞬间又窜了回来 终于一阵打斗之后 奶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洞房之夜 油白云端着酒 要和大小姐喝交杯酒 谁知盖头下去 变成了魔头邪正圣 原来刚才的打斗中 大小姐被邪正圣掉了包 油白云被迫 与邪正圣打了起来 此奈邪正圣太过强大 油白云很快落在下风 就在此时 最盗人改来之远 三人缠斗在了一起 奶奶看到情况不妙 立刻拉动机关 瞬间将所有人关进密室 克服陈州 一场殊死决战在所难免 大家都使出了看家本领 邪正圣也拿出了 终极武器九连环 一阵眼花缭乱的操作 油白云等人被九连环牢牢制住 眼看为在旦夕 身经百战的奶奶在一旁 终于悟出了九连环的破解之法 一解破千关 破了邪正圣的九连环 邪正圣没有九连环的帮助 渐渐落在了下风 随即奶奶趁热打铁 搬出了乾坤锁磨箱 瞬间就把邪正圣困在了里面 醉道人扑到箱子上 以防邪正圣逃走 奶奶举起大刀一刀劈开了箱子 原来箱子里还另有机关 邪正圣这下再也逃脱不了 故事到此结束